教定理尊敬者 是无上之吉祥 住在河深处 往昔曾行山 情有心正宝 是无上之吉祥 剥削记忆情 山手朱节律 难言千山遍 是无上之吉祥 仰情爱奇儿 谋生不上眼 从世间之夜 是无上之吉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缆车在厚厚的云海中穿行而过 下说到登天台 还有高耸直入云霄的 一千五百阶天梯要爬 真令人望之却不 不过九华山的俗艳说 不到天台等于没来 上一趟天台寺 是前程心、信心 加上体力的大考验哦 天台峰顶位于海拔一千三百零六米 又名为天台正顶 群峰罗列旗下 是关九华山全景的好去处 山峰间 云海茫茫 古次里 烟荫鸟鸟 法界虚空连成一片 佛国与苏婆世界不断视线着 缘起如幻 等待着我们以清静心去明辨真位 古拜金台位于天台峰下 相传金地藏曾在此处拜送华严经 徒众因此闻风来朝 就连山上的飞禽走兽 也都来听他讲经说法 殿内至今保存着一方岩石 上面有明显的脚印凹痕 是经地藏当年拜金的足印 弥足珍贵地从唐代遗留至今 是深切期盼着地藏菩萨保佑与加持者 虔诚礼拜一堵圣机绝不想错过之地 摊上岭边云霞登峰造极 目镜万里 天台四前岩壁上石刻着七极灰 已经大字非人间 四门前拱形桥上的横梁也稀有中天世界四字 由于历代苦心经营天台 而造就了今日远离红尘 湛然长急的九华山佛顶 大波若经上说 一切法无所有必尽空不可得 佛国里的诸佛菩萨 慈世着迷糊在颠倒五欲中的众生们 音音大怨逝度 不远千里而来的有缘人 音音大怨逝度 但是你一个圆满的心 为了你的目途 它就变成了目途 所以佛教徒们讲的 心可以在面前冲造极 但是千万不要为这个假的世界 影响到我们的心 佛国上有点爱 就是我们的想法 也感到 所以呢 我们当这个时间是假的 不要为这个假的时间 碰到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佛心 菩提心 也要有一个境界的感变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从佛神 以心念 所以你会表面 所以以众生的从佛 然后我们通过方圣夫的事实 各种功德 这些都是个助言 透过这个助言 我们比较容易深信心 满信心 当然也会感到足够我们的加持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修行就是 一切维新造枪 来自这个新变 是一个圆满的固体性 不退的固体性 那个时候呢 你就会改变世界 虽然我们通过会改变世界 世加坡也会改变世界 同样一个人活到九十九岁 而不是我们中国人 还过来的青草学 改变的世界 改变的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世界在永远的上手 永远的运缘 那肉体学的时刻 我们看都看不到 甚至那一天就让他来一个人说 师父 站在青草学 肉体在里面 我说你不会挖开他 因为你们相信 这是你最大的麻烦 我们要相信 青草学不是用肉体做什么的 青草学是用仪杀的 这种本院精神的读瓜 你不要吃着 因为有可能肉体 就算真的放着 一个肉体在里面 搞不好还是骗你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们信不相信 真的在里面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想对待这一点 一定要 要绝对的信心 对信 不要被经济出移 所以你看到 洪老板 不好的事情 洪马尼玉 在过五分钟 有人要把你抓去包裹 烧死 比如说 你以前来 会很痛的 怎么办 那时候你烧的时候 很痛到包裹架 而且不想 恨你 但是在五分钟 不要被烧死 我现在看完 你心情 很大做 洪马尼玉 我平常就在嘴硬梦 两个人前日 又不在一起 今天化我嘴硬梦 我的身体来供养祖佛 化我个焦灭 来吓死众生 你也这么骂 你被灭梦而死 而痛而死 那个时候 你就不感觉到痛 因为你的悲心 冲破你手机的感觉了 但是那么你不要说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以前在阴影都差一点发生 前面对后面差一点 然后前面那个推到火了 把他弄到火了 这种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我想 看自己怎么想 所以要有人燃火什么 就像我们法华经一样 所以你这样还更了解 因为他的动机 动机是更了解 所以我想 所以我们就需要 存在着心灵 欧曼的美梦 阿弥陀佛 地藏王的佛杀 很虔诚 不能说 悲欢经理想 爱和交叉 那就是我出席的重点 所以我要经常这样念 在念佛三叻 地藏剑三叻 欧曼的美梦三叻 很认真的融入 当世界变化的时候 以心灵的变化 以你一种心态 才改变的世界 然后这个存快撑下去了 这个火烧起来了 有人坐在房间 眼光是火居然灭掉 居然向南 因为你的心灵 就有多少 我想每一份佛 并不是用它 肉体度众生 肉体是一个方便的住院 那我们欢喜神奇奇心 它用我们的法身规定 就是这个空心大背心 一个圆满的菩提心 在度众生 所以地藏剑三叻 要严定地藏剑三叻 因为地藏剑三 在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大背心 所以它要严定地藏剑三叻 如果让众生长受了病 能够让救人解脱 才脱离生 所以地藏剑三叻 所以地藏剑三叻 圆满的心态 所以晚上我们做了这么多一位 念啊 宿啊 放生啊 故事啊 最主要就是啊 能够训练我们这个心 成为一个圆满的状态 没有确定 充满的优点 没有恨 充满的爱 你第一次在他街边 表达对他的感恩 关怀 违向你 哪一见不顾 都会有一般的训练 百岁公位于九华山的摩空岭 因地势高峻 又建在山壁之上 最初被称为摘兴庵 庙内供奉着无侠和尚肉身 当时活到一百二十六岁才原籍 故寺庙得名百岁公 又名万年禅寺 看 大雄宝殿的殿门 至今仍挂着北洋大总统 黎原红血的海匾 青寺百岁公 护博万年寺 庙内千佛今生 大放光明 庄严殊胜 庙外 无论是去小寺院 飞来观音风礼拜 或是举一条百岁全的百年甘露 总令人流连驻足 不忍离去 明朝一位二十六岁僧人 名为海域自无侠 从五台山云游到九华山 参禅学佛 并发现了一个藏身石洞 从此 基石野果山泉 隔绝尘世 为至今最古老的一尊肉身菩萨 无侠老和尚与八十四岁起 费时二十八年 以舍血条金粉 公输大方广佛华言经 四十二万字 至今血经保存完好 成为国家文物一级宝物 其他如肉身的首饰高提 百岁公的百岁碗 都是流传不习 派智人口的传奇故事 深信他的法力长存 佛力无边 走进知苦断棘之门 看看丹座堂内超凡入圣的四面观音和五百罗汉 如何具足身相 清净圆满 而深刻理解华言经所说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